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香港人家书 有广传媒的何良茂老总 和香港这边MHKTV的老鹅 和大家做节目 老总你好 欢迎各位网友 老鹅一个星期和你 好像每周一会 我们今次这一会 就要讲讲香港的公务员 因为公务员 他们是公博 香港公务员 大大话话说 都好像18万至20万公务员 没错 加了很多公务员 现在要宣誓效忠 宣誓效忠特区 都有一小的数量 不签回宣誓的文件 我们都不讲过不签了 我们都讲说 好像他们互相读灰 很厉害 都是那些蓝读黄的 读他们的政治问题 是 现在据称 他现在就是有成 个万的读灰个案 刚才你都讲得很好 没有了 18万的公务员 有个万的人 读灰 这个%是很高的 读灰都是为了 效忠祖国 还是为了 小只香奴 又小只鬼 很多的 我怕我明查暗访 很多这些的 只有两个字 私缘 两个字 私缘 原因是为什么呢 你都知道办公室里面 总有政治 因为有时候办公室 也有些戀爱的事件发生 很简单 你心目中的女神 被你隔离组的年轻 叫了去吃下午 轻轻饿饿 很开心 打情骂钓 你看他不顺眼 回家里面 看看那个年轻的Facebook 是怎么样 一个不顺眼 不加了一些的坏人 哎呀 见过你在抗争运动出现过 又或者你宣扬一些 或者转载一些 反政府 或者不是那么妥 政府的一些的文章 言论 或者看一个老奥的鱷鱼谈 哦 你还不是反对政府 煽动人 憎恨政府 你的政治的取向 和政府 是不是一鼻子出气 投诉你 又有 又有些 比如说 哎呀 大家两个欠一个位 大家都在做演员 哎呀 什么时候做演员 那我就走小只香奴 小只鬼 捉一下他 让人家调查一下他 让他的注意力 就不是放在那些工作里面 擔心别人捉一下他的背部 摘一下他的屁股 是吧 让他永无零日 那我就多些赢面的机会了 那更加有一些是政见的 就是 上了头 上光上线 变成了这些红卫兵 是吧 要斗死一些不同政见的人 也都有 那就是 总之是几十样东西 但是我可以告诉老总 说听呢 共产党的确实是我心目之中的魔鬼 这一只魔鬼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将你人生里面 心里面 脑海里面 灵魂里面的阴暗黑暗的东西 全部都勾了出来 勾出来都还没够死 将你的心股无限扩大 他的魔力无边 让你一步一步 好像星球大志那样 Welcome to the dark side 你明白吗 老总 哎呀 你说得这么黑暗世界 实际呢 这个读灰文化老鹅 就是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一种体现 文革时期 共产党 就是鼓励人民斗人民 不止鼓励 鼓动 甚至运动群众 运动的群众斗群众 就是 跟着呢 就是 将军队 两派打斗的群众都镇压下去 你两个都不对 就由军队去收集 啊 共产党玩这套 玩到出神入化 就是那种邪恶去到极致 那现在来到公务员系统 啊 就是政府是对听了 现在 利用在共产党的邪恶文化 在那搞督灰 九日以来就清理这些公僕队伍 那 其实这样 是将香港的 以前 最 整个 九七年之前 引以为豪的 一个全世界高效率 廉结 也都是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队伍 变成了共产党的 就是 别动部队 第五中队 效忠于共产党 就不是效忠于香港人 现在这样搞 是吧 还有呢 最紧要呢 他们现在就是 不是你自己的办事的效率 能力的高低 现在emphasize 就是大家 哪个跳这个中字舞 跳得好看 那大家都知道了 跳中字舞跳得好看 不是代表你能力高 或者你的思维的很清晰 但是能力的 未必一定是这么长远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你都可以想象得到 又是套用你那句 就是中共也都令到香港 都玩了一个 近親的繁殖 越来越蠢 那些人就越三百痴子 越多 整个体系里面 就不方会有聪明人 再出得到 因为大家都在那儿固住 聪明的人 就当然是根子不立为常 既然 我有这样的能力 我为什么要为五斗米折腰 在这些这样的混水里面 就是折腥自己 不如我早点归去 在其他地方的另壁出路 創出一片天 好比那些人在那儿 握着一堆嘴 像江文化 你污染我 我污染你 不要搞了 那怎么可以吸纳到精英 入这个公务员的体系里面呢 吸纳不到 就变成了劣币 驱造良币了 你现在有个国安法 去年 2020年7月之后 行国安法 还搞了国安的举报的热线 网上举报也有了 那就是说 根本就是在用共产党那一套 就是将人民分化 群众 就搞举报搞督灰 公务员系统里面 就开始就要清理门户 在中国大陆来说 叫做清理阶级队伍 那就是香港不会有零日的了 已经是等于 是民间搞着 变相的文革的 就是初级版 你在公务员系统里面 十几万人这样救 是啊 这个督灰的这个机制 是匿名制 就是说 譬如我督你老总 你可能天天在那儿 黏着香港人加油 戴着黄色口罩 但是我不需要 写我的名字叫欧阳老 没有人知道是我督灰的 那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会看到有这么多的人 就是前奉后继 过万去督灰 就是大家因为有很多人看不信 就借这个机会 撕杀到你死我活了 你明白吗 因为大家不需要有成本 在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是令到那些人更加 肆无忌惮去这些插人 是 鼓励督灰不都不对 鼓励匿名不用负责任 我觉得这些是不需要的 这些完全是违反天理 违反常识 也都是违反了一种管治的文化 你既然要举报人 举报者就应该 理论上就是站在正确那边 正义那边 但是你现在 叫他不用出名 你肯督就可以了 换言之 根本就是被人利用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督那个被人利用 被人去操纵 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但是被督那个也很惨 因为没有仇报 第二 他现在都是用政治画界的 不是 他完全不是从你的表现 从你的事实真假 那这事 整个香港公务员队就开始沉淋 沉下去就变成了 就是你刚才说的 好人 就是散水 邪恶的人 就是当道 到最后就是玩死香港 到最后 根本就是公务员 就是走向腐化的了 因为你既然可以这样 你说不用成本 又不用出真名 那就是说 想怎样就怎样 你要公布私仇 就此其是已 好错 绝对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都可以想到 如果被人家刺灰 每一天 你可以考虑得到 他是每一天 活在这个压力之下 而且 因为用明制 又不知道谁不妥理 那你更加会将 你那个个人与个人之间 那一棵墙 和那个洪溝越大 大家就会保护自己 不肯交心 那当然 那些人是一个团体 群体的生活 那些动物 尤其是工作上面 大家不信任大家 你可以考虑得到 那个体系 或者那个效率 会是怎样的情况 大家都玩 如果保罗友 大家都可以 脏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 残酷的 working environment 而特区政府 就最开心了 因为 你们人斗人 你们自己 自己不全结一切 我就可以 就为所欲为 因为你们自己 都乱成一堆 你就不会搞我 就是在这个管治上面 用这种的情况 这些不像hostile 西方如果说work place 的culture 这些叫做toxic environment toxic 是 是 是 直接是独化 独化环境 其实就是违反了 公平工作环境的 这个 在西方不可以接受 但是你现在特区 就是 就是要buy这套 共产党所带来的东西 所以这些这样的97的变化 是无可避免的 你97年那时候不变 2007都变 2017不变 2027都变 已经2021年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所以公务员队伍 就应该是走向毁灭的了 就是不会再有一个我们过去相信的廉洁的 所以以后香港贪污呢 无论隐性或者是险性的贪污呢 是会越来越厉害 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因为已经没有内部制衡 只有内部互督 没错 那也都缺乏leadership 他的leadership就是斗表中 那你就死不死了 所有的东西以这个的效忠 这个番茄炒蛋期做这个的依规 所有的KPI完全都是用这一样东西来做的时候 唉 我也是觉得 现在唯有就真是归去啦 聪明的人呢 真是想一个方法呢 远离是非之地 或者自己啊 就是 保住自己的屁股 是吧 就是明哲保身啊 老总 你说不如归去啊 Michael Chugani 就是我们以前很出名的一个传媒人 就是以英文作为他那个 就是厉害武器 啊 以前是记者 又是评论人 啊 他是香港人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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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东话不弱 他根本就是香港人来的 是啊 还很蛊惑啊 就是看他那些 有好有些的香港人的character 就是蛊蛊惑惑 啊 星星目目的那种感觉给我 是啊 他现在都不做这个 港台节目啦 又不是写苹果 就是 就是 就是保留了头条日报的专栏 其他在香港电台那些 那些电子传媒节目 他说就是 就是想清楚 红线太多啊 陆岳 不如归去啊 因为呢 现在你都见到啦 我们的rthk 就是 就是 出一些的节目出来 就已经变成了 基本上是蓝丝节目来的了 是不是 就是 换句话说 你有任何批评政府的声音 都不可以做到 那我实际说 有时候我自己觉得 这个chicani 其实都是 很难的 是亲建制的 自从在19年之后呢 他的政治立场就是改了 但是我就觉得 他一直奉行的政策 或者他走的路呢 都是小骂大帮忙的 就是有些像陶杰的 骂你的政府 但是你又催他不仗 就是他也不是说 就是很反对你 但是他就是说了你的问题出来 那就是拿到他一些的光环 但是也都没有说到 他是跟这个建制有不妥 就是不像我们的网媒那样 或者网上KOL 就是站到行光 跟你对着干 那他也有他自己 一些很保险的声音 也有很多的蓝色 或者是浅黄的人 都很喜欢他 因为觉得他比较忠肯 和说到一些现实的东西出来 那如果你说 这个人速无害 又或者可以说 就是小马大帮忙 帮政府的这些 所谓时事评论员 新闻众业员 都觉得有危险的时候 那就是换句话说 香港以后 只有一种的声音 就是赞扬你特区政府的声音 是绝对不会有人敢去批评 又或者去批评 有些什么的 行差答错的 这些反对的这些声音出来 是 是 麦克朱姦尼就是告别作 香港电台最后那个 访问邓炳强 都有了道的 都逼到邓炳强 说 就是4月15日 国家安全教育日 在那个模拟地铁车箱那边 邓炳强一直都说人家假新闻 麦克说 哪里假 喂 这些照片路透射的 那个模拟车箱是真的 那些路是真的 拿着那些枪 那些枪是假的 不过都是你给的 无论是水枪 或者是模仿枪 全部都没有一样假的 全部都是真实的处境 而且不止一张照片 它假在哪里 怎样叫假新闻 那就是质到邓炳强无耻以对 因为他说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和假新闻是两回事 还有 新闻不可以批评他别有用心 你怎知道那张照片 每个人的解读不同 就是他呈现出来 蓝丝都可以说 哇 很天真烂漫 他们玩得很开心 在国家安全教育日 对于政府有不满的人 我觉得 哇 要不需要这样教育那些人 这么军国主义 这么用暴力解决问题 如果是经过2019年 2031日那些当事人就觉得 哇 你这样 就是把明星 找一些年轻人 做未来的警察 去又再多一个另一单 831 就是很多解读的 是吧 嗯 因为那张照片就是 A photo Better than a thousand words 是吧 就是你已经有这张照片出来 人家直接想到的一样东西 就是那一样东西 那这个不仅是苹果 很多的网民 或者香港的市民 直接的direct connotation 都是831 这些警察 用武力去镇压一些 无辜的香港市民 包括大肚子 小朋友 和老人家 那这个是一个客观诚述 是吧 就是完全我看不到 有什么fake news在里面 那就是当然 你刚才所说的 非常之正确 所有的事情 都是存在着的 那个场地 又是你的场地 那些窗也是你给的 那些小朋友又做这个动作 就何来fake news呢 那就是值得被人罵的 这就是大饼强 是 麦可就做的好事了 告别作都 都为那些观众 为那些受众 都能够 逼得邓饼强 无耻以对 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好 那当然 他都说到 Michael都说 唉 现在香港 我想做一个节目 想想你红线在哪里呢 最惨我 想得到红线也好 最惨我 我不知道红线在哪里 我以为是 是绿线 但是出了街面红线 他说 不要搞我 要我这么想的老金 不如我回家煮飯 累啊 游去 行客山更好 没错 因为又在这个 《国安法》之后 其实那条线呢 不知道你定在哪里 只有他说 他有一本书 他收了 随时也有很多不同的 去改动 总之他说是就是 他说不是就不是 但是你不是他 你就永远不知道 这条线在哪里了 是 现在《国安法》 零挂了香港的普通法体系 根本就是大陆化 完全用大陆那套东西 香港说无罪推定 你这个《国安法》之后 全部都已经 当做有罪推定 未審就先囚禁 所以香港现在 所谓的司法倒闹 已经是奄奄一息 已经所值无己了 Michael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因为譬如你看到 李怡先生 也都差不多玩封筆了 就是他觉得 要适合写的字写 最好就不要写 那现在Michael Chikani 这些是剑筆 也都不写了 你会什么时候到陶杰都不写呢 陶杰就不同的 他那个写法各方面 他就会比较 就是 拉得阔一点的 他用文化社会的角度去分析 他用民族性 小龙DNA 那个宏观面去分析 我相信他都还可以发挥的 问题在他自己的意愿 我觉得他的写法 跟李怡是不同的 李怡就是具象的 实欲的 就是每一件事 就是去到那件事的本质 但是陶杰就直接放大 变成了民族性格 中共的DNA 就是中国人 再走不走到世界大家庭呢 就是大家的着力点不同 所以理论上 就应该陶杰就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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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说法就是个本书 书名 那你中国人都不是英俊 你看现在出这个Marvel的新的上戏 我们一个加拿大的华裔的 一个男性 被人笑到他丑样 笑到 到现在 真是 也是客观陈述 哎 没所谓 丑样是人畜无害的 不要紧的 有多少人会找他照会经济呢 我想他们已经可以说给各位的观众 或者香港市民知道 那个墙就是烂了的了 烂得很紧要的了 就是 在这个墙地上面 已经是阴阴阴阴 就很容易 就是会出现了 就是一落墙 就会做双兵的了 现在也是很明显 就是Michael Giugani 这些情况就已经说得很清楚 但是 都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回船空间 要更高的智慧 要更聪明的策略去周旋 我相信现在还可以周旋一下 但是8月之后 或者2022年就难说些 或者说一下加拿大 我们香港人家书 加拿大我们要看看杜鲁多 他两年来就终之 有这个预算案发表了 那么就20… 出支都要宣读了 2020到2021年的实证年度 赤字开支就是3542亿加指 2021到2022年度的赤字就是1547亿 就是说是double的了 现在那个赤字是double的了 double的原因就是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你知道现在他 我们上个星期不是说了 执政自由党 开党团大会 通过了 委委2000 记不记得 记得 记得 基本收入保障 是 但是那个还没有实行的 那个只不过是党的看法 政府还没有执行的 因为他的灵感就来自去年 疫情最高峰的时候 每月派2000 就是等于每周派500 一个月 一个月四个星期就等于2000 那他在那里拿了灵感 就以后呢 不如将它常规化了 那么就变成了 向那些低收入家庭 就基本上都不是低收入 基本上就没有资格审查 那这样派2000元 那这个预算案就没有说这件事的 但是他又那个赤字就这么大 那他还要发展 就是全国的 用300亿家子 建立全国的幼儿托 幼托项目 这些都是很大的数目 那也都是要推动低碳绿色的环保项目 就是 还有未来两年 未来三年 要撥1000亿家园 是要振兴经济 嗯 钱派完之后 还要再拿1000亿出来振兴经济 这个和拜登是同一臂子出气 拜登又是要搞这个绿色环保能源 刚刚收到一封 他又好像又想加码 扔多一万亿的美金出来振兴经济 为什么他们两兄弟 那么朋友 那么似的 喂 你拜登又可以猛印green bag 加拿大 怎么看啊 你这个green bag 你又没有green bag 又没有美元 你又要靠别人印给你 你的家子是塑膠纸来的 所以人家可以这样做 但是不表示加拿大可以这样做 所以很多人都担心 你这样洗大饼 洗到我们现在 就是数千亿的家子的财赤 就是国债呢 已经是六七千亿 不断加上去 我们真的很短的时间 可能不出几年 我们破万亿的了 国债 现在他的看法呢 国债已经是我们的GDP的50%了 就是我们找一元出来 跌了一半 就去还债了 没错 通常人家说 这些GDP和国债的比例 应该是大约10%左右 是啊 再这样搞下去 还min pay都不行 借还是不借 还得很借很借 杜老多知不知道的 大哥 唉 我想他都不理得那么多 因为他现在要派钱 就是希望派一下大家 派得很兴奋 突然间一个选举 他又想来这么多庄啊 大哥 他今天就是用钱来 哄你们 是 亦都是用难民 引入难民的方式来 就是希望 就是这些难民 是他的新的未来 支持他的新力军啊 是 这个跟拜登一模一样 我想呢 杜老多呢 他就是要是英俊 他之前太耳略 他就不明白呢 有一个定律 就是叫做 用钱买爱情 整世一事无成 那么现在 你不想自己去实力 去找女儿回来的嘛 那么压运的 你不断派钱 是找不到女儿回来的啊 傻子 那或者他不是想找女儿呢 他只不过想要个容人回来呢 是 回来帮他煮 煮饭 斟茶 他不是要个女儿呢 他要个女儿容 是吧 我想请问 道总啊 现在这个预算案出台之后 推出了 我们的联邦 保守党 是不是都拍摊 妈妈声 还是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呢 哦 保守党当然是 是 是 妈妈声 但是保守党可以做些什么呢 当然很多批评那些用钱的方法 用那些项目 是 太过着重在疫情那方面 对于振兴经济方面是没有具体的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 那个振兴经济呢 是在那个大型建设 或者是在那个 对外贸易方面呢 就是强化 还有 有一样他这里是做得不好的 在内部消费方面呢 看来杜鲁多真的很弱 他没有什么具体的 谷起内部消费 就是内需 在内需方面来带动自己国家的 那个 就是所谓民生经济 包括你那个就业啊 你包括那个行业啊 他只顾着在那些什么 日后那个经济 可能给一些商家那些 就没有很少照顾到 那个劳动阶层 是 如果你问我呢 整体我听完你讲的说法呢 他只不过是头痛衣头 脚痛衣脚 大家窮到法方 派钱赈灾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vision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带领国家向前走的时候 未来这几年在这个 postcovid-19之后 是什么时候 做到这么沉重的打击 你这个国家的路向会怎么走 有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可以找到钱 国民里面 随着这个疫情改变了之后 生活改变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新的工种 opportunity可以继续去发挥 比如这些我们看得到 网上的购物 你会不会看到那些人 习惯这个摘经济 你可以在这方面 如何去帮助人家 去创业 去帮助他们想一些新的经济方案出来 我就很反对这个绿色能源 加拿大有这么多这些patrol 这些fasovil 这些在我们的Alberta的省 已经有现成可以帮忙出口 又或者是令到国家里面 有不同的这些job opportunity 和一些销售能源出去 给外国里面赚外汇的这些机会 他不去做 反而去再扔钱去摸索一些未知 短期可不可以回到成本的这些investment 我觉得这个正宗是中国注意的 一个巴西的大使所说 一定是一个败家仔 就是千万不要给那些败家仔执政 因为就败了你的身家 唉 劳岳 你真是不知道 怎可能叫到老多去推动这些化石能源 推动游三好吗 整个阿省是保守党的票仓 你真是不知道啊 你搞错 助长敌人的票仓 然后自己 所以他一定不会搞那些化石能源 一定不会 所以你看不到他 逆后呢 会在那个能源 加拿大能源大国来的嘛 他没有这个计划 没有啊 都不要说 都不要说资源 我们那么多资源 不一定能源的啊 是 有其他的天然资源 木材 我们那些 是的 我们很多抗产 是 就是他没有这个大的鸿途伪略 去趁着疫后呢 大家 因为疫情搞到大家 已经五六七伤了嘛 需要加拿大的资源 哪些资源最好的 比如说稀土的抗床 或者我们某些抗物的输出呢 是可以帮到一些 疫情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呢 可以补充他们的需要 他没有这种计划 第二呢 他也没有一些 新时代的想法就是说 喂 现在 疫情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解释 网上的生意 是 没得顶的 那个增长速度呢 是 几百 几百倍去成长的 那应该是加拿大 地方又那么大 为了是省回那些水脚 有没有好的网购 或者网上经济的蓝图 没有 他没有提到这些东西 我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这么离地的 我真是激气啊 早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在加拿大和high school 读法文的参政 我剪他下台 我做吧 他真是吹着 是 现在都不迟的 以你这么聪明智慧 你现在学法文 很快你就可以今晚打老虎的了 OK OK 一些和他继续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时间差不多 是啊 时间差不多 好多谢各位网友收看 记得支持 subscribe 无论是MIHKTV 或者港传媒 都记得按铃铃 以及 港传媒的patreon 其他share like 给comment 大家都指定动作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 还有要支持众筹计划 没错 我们独立的网媒 刚才我们好像今天这样说 连一些主流媒体 里面的一些中流底柱的传媒人 都已经是明金收兵了 现在独立的网媒继续下去 你都知道我们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 那就是要靠大家去帮忙 如果大家想了解 世界上真正的一些中狠的消息 给一些中狠的评论 大家的时候 真是要支持我们多些的独立的媒体 得到你们应该要得到的资讯和评论 是 无论如何 都很多谢各位网友 今天这次收看《香港人家书》 下次再跟大家聊 今天先说到这里 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老总 拜拜 拜拜老国 MHKTV的观众大家好 2021年到的营运基金众筹计划已经开始了 今年我们希望可以达到40万的目标 去支持我们2021年的公司营运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HKTV 等我们可以继续为大家发声 和制作更高质素的视频给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们 都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 各位可以银行入数到汇丰银行 恒生银行和工商银行 可以PayPal去我们的公司户口 亦可以PayMe或者转数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观众 海外的观众 都可以选用这个方法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来3955673 或者WhatsApp我们 98108874 希望各位继续支持MHKTV 这些帮助公司 我们下期再见 1 3 4 3 1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